國道1號南下中部路段 昨天晚上今年發生良奇火燒車意外 一輛小貨車行進大雅路段 恰使覺得車子不對勁 緊急停套在路間 剛下車整輛車子就燒成一團火球 另外在西州路段一輛連結車的貨櫃 不明原因突然燒了起來 恰使機警的立刻把車頭和車身分離 緊急逃生 濃濃黑煙伴隨紅紅火光 整個貨櫃陷入一片火海 大火甚至一度波及到旁邊樹木 驚險瞬間索性駕駛一發現貨櫃起火燃燒 立即斷頭處理 將車頭和車身分離 才迅速逃生 沒有遭烈焰吞噬 破車的車輪全面燃燒情形 那我們立即部署涼水線予以灌救 這裡是國道1號南下西州路段 4號深夜9點多發生火燒車意外 大火濃煙直斷天際 好幾公里遠都看得見 貨櫃車裝載汽車零件 現場無人受傷 一度造成此路段 只剩內側和中線車道可通行 消防人員在20分鐘內將火勢撲滅 4號晚間國道火燒車意外頻傳 在晚間8點多 在南下171.7公里 靠近大雅交流道 一輛小貨車燒成一團火球 消防人員火爆感到 就怕眼神爆炸 火速拉水線灌救 索性駕駛已經自行逃離車外 他向警方表示開到一半就發現怪怪的 趕緊切到外側路間 萬萬沒想到 索量車都竄出火光 詳細事故的發生主因 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接著我們網路您說 洪建民王一章 彰化台中怎麼報導